好那么今天依然没有要介绍任何东西 只是来跟各位说一下 我的频道应该会继续更新 那至于更新的方向 会在最后去说明一下 那原本是去当兵了嘛 但是当兵的时候发生一点问题 所以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就是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发现我的身体我的脊椎有点问题 所以就是不符合常备医 会变成替代医体位 所以我之后还是会去当12天的补充兵 但就没有那么长期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回来更新一些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我现在也是厌退的状况 就一样是等替代医的部分 那来讲一下未来频道更新的部分 那因为我最近也有接触到一些 对我来说比较新的东西啦 叫ShotCN 它是一个UI的component 或者说UI library 那我之前在使用UI library的话 我就使用MUI 那MUI大家也知道嘛 你每次要使用的时候就要把整包载下来 不管你是要使用什么 例如说我今天要使用Button的话 我记得还是要把整包MUI载下来 如果我说错的话可以纠正我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针对Button里面 有一些东西我需要修改 但是他没有提供对应的props 让我传递进去做修改的话 我就要到这边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create theme 我就要去create theme 然后把我要修改的名称啊 他的props传递进去 然后做一个修改这样子 好那这样写久会觉得蛮不方便的 因为这一包可能会越来越大包 如果有很多东西不能修改的话 我这一包可能会越来越长这样子 这是我之前在使用上的经验 OK 那sharC呢 他就很方便 就是说 忘记讲 他的stack是radius UI 然后还有taiwin的css 所以如果你有接触过这两款的话 你应该会蛮熟悉的 好那来讲一下他的优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只要用到card component 好我就直接下按px指令 把这个card component下载下来到我的本地端就好了 所以他存下来的样式会像是这样子 会是一个一个component 然后放在一只档案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不满意的样式 你其实是可以直接进去这一个档案里面去修改的 因为前面讲的他是taiwin的css 这样是蛮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团队来开发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使用这个sharCN 所以他虽然自有 但是如果改了一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进去这个card里面 去改了这个card title的样式 那其他的card也都会跟着一起更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所以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应该会介绍这一套UI Library 叫sharCN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去查一下 然后具体去使用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讲一下就是可能 这阵子不会再去更新 Nest.js 13 因为可能个人 我自己个人的考量 就是因为我最近也要看一些工作的直缺 那因为我又是在南部 我可能不会往北部跑 所以南部更不可能 使用Nest.js 就是最新版本的这个13版 因为它是Apple Route 算是蛮新的东西 可能不会直接导入到公司内部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看蛮多的直缺 还是在related的部分 Nest.js几乎是没有 在南部的话 所以我应该最近也会回去看一些related的东西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很实用的 或是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话 就一样会拍影片介绍给大家看 然后或是一些好用的套件 一样会推荐给大家 然后再就是JavaScript的部分 一样会继续看 所以有一些concept 如果是很重要的话 我就一样会拍这影片跟大家介绍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应该现在会上传最后一支 Nest.js的影片 在讲Project Organization 那讲完那一部 应该就暂时不会更新Nest.js 那大概就到这边 就一样感谢有订阅的各位 还有看我影片的各位 拜拜 拜拜